赵国,都城,邯郸 邯郸城里有一位身材漫妙,容颜绝美的女子 她的名字叫做赵姬 赵姬大概是赵国人,所以从来没有离开过赵帝一步 也许她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很大 但对她来说,邯郸城就已经足够大了 作为赵国的都城,邯郸的确是很大的 伟额的城墙,恢红的王宫,宽阔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 五花八门的商业活动,从赵姬有机一开始 邯郸就一直是热闹的邯郸 那时候的赵姬不会知道,邯郸城的未来 要比他的记忆还要优远 这座都城在历史长河中不会落寞 之后,他将会成为曹魏、阮魏、前淫、东魏、北齐的王都 不过只有在战国时期,人们才会说赵女妖娆 意思是说七兄之中,唯有赵帝的女人才算美丽 这话放在赵姬的身上是一点也不差 这女人生得太好看了,像是上帝的私生女 哦,作者忘了,战国人不信上帝 赵姬的丈夫是魏国商人吕不韦 从西周世行分封制开始,魏国就没怎么辉煌过 战国七雄也没有魏国的份儿 但起了怪了,这个贫瘠落后的国度 却是个狠人辈出的地方 率先在战国时期发起变法的李亏是魏国人 如法兵三位一体的无情杀身无企是魏国人 在秦国搞变法,朱立大秦一统的商鞅是魏国人 后来渡过溢水刺杀秦始皇的金科也是魏国人 始皇帝营正横扫六河席卷八皇 六国都灭了,却唯独留下了魏国人 魏帝,这真是一块神奇的地方 吕不韦也是魏国人 但很显然,他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商人 如果非要说他具有有别于他人的特点呢 那就是他经商多年,比较有钱 在邯郸客居算是大户 有意思的是呢,赵姬听起来虽然很像是歌女舞女的名字 但其实赵姬也是邯郸城里的富家小季 平时里过得庸荣富贵 他不差钱,也绝对不会贪恋吕不韦的钱财 所以我们可以得见赵姬嫁给吕不韦是因为爱情 那时他还年少,他还相信爱情 相信爱情会如温润的泉水一样滋养他的生命 吕不韦在邯郸城里做生意的时候呢 结交了不少的朋友 他这个人精言杂家学派 所谓杂家就是指无论辱道士还是末法兵 他赵丹全收什么都学 老吕呢,在邯郸城里认识了一帮三教九流 走足的,饭夫的,夜里打羹的,客店里耍牌的 干什么的都有 他的人脉圈子极其复杂 宛如一树精工妙笔的红尘福祉会 在这些乱七八糟的朋友里呢 倒有一位,吕不韦对其极为敬重 这位朋友名字是赢艺人 赢艺人是质子,从秦国来 那时接东方六国合力攻秦 六国前而秦入 秦未求自保,时常要往六国派出质子作为人质 平头百姓当然做不了质子 被派出去的都是秦国国君的子嗣 作为秦昭夏王极不得逞的儿子 盈艺人来赵国做质子相当于是被长期流放 如果以后能回来,那也没什么可开心的 如果以后回不来,那也没有关系 如果说战国是股市 那么盈艺人就是一只冒着绿光的股票 而且还是随时有可能被强制退市的那种 大多数人呢都会追求机油股 再不计也要买潜力股 但真正的故事往往都会有着异于常人的出其不一的操作 吕不韦当然不是巴菲特 但他无疑和巴菲特一样独具慧眼 他很快结交了盈艺人 俩人没多久呢就混成了好哥 盈艺人没钱 吕不韦给钱 盈艺人吃不饱饭 吕不韦管饭 盈艺人没地方住 吕不韦给他提供担家 盈艺人想要谈恋爱 吕不韦干脆把赵基送给了盈艺人 很多利尔学家都说 吕不韦把赵基送给盈艺人 无疑是有意的 是一种商业投资 是吕不韦安排好 而绝对不是盈艺人到吕不韦家里 偶然看了赵基一眼 从此就再也没能忘掉他的容颜那么简单 不过如果这的确是吕不韦的安排 那么很显然 盈艺人和赵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吕不韦是商人 而盈艺人是秦国世子 对于赵基来说 这似乎算不上是一种抛弃 反而成为了他人生中的转折 所以他很快陷入爱河 并和盈艺人生下了一个孩子 赵正 赵正也叫盈正 就是我们熟知的始皇帝 盈正登基的时候只有13岁 坐上秦国国君的宝座之时 往事不由得如潮水一般 在盈正的脑海中浮现 自己降生时秦赵交战 父亲盈艺人抛弃弃子 反而和好哥们吕不韦逃回了秦国 这个原本一直作为背景版的世子 回了秦国之后突然石通运达 很快继承了王位 成为了新国君 盈正必须承认父亲盈艺人的即位 吕不韦是帮了大忙的 自己和母亲赵基能从赵国回来 自己能在父亲死后即大位 也要靠吕不韦的帮助 吕不韦当年帮助了自己的父亲 如今又帮助了自己 他做相帮他权力很大 盈正同志都可以忍受 这或许是这个精明脚下的商人应得的 但盈正唯一所不能忍受的 就是吕不韦和赵基仍然保持着 不清不楚的男女关系 小盈正稍不经事 当然不能体会他母亲赵基的心情 盈艺人当了国君之后 只短短在位三年就连了鞭 那个死了老公的妻子 从王后变成了太后 每天只能寂寞难耐的 在诺大而冷静的宫殿里度过每一天 有人能看皮肉之骨 可谁人又能看寂寞折磨呢 所以在许多个不为人知的夜晚里 赵基时常会跑到吕不韦的住宿 和自己多年前的这位老情人 春风一度潇洒快活 赵基只想要快乐 但吕不韦很显然并不快乐 在吕不韦这种喜好操弄权力的人看来 什么赵基马基滑翔机战斗机 都是一样的 他们都只是自己不断向前的棋子 赵基如是 赢一人如是 赢政也一样 以前别人管他叫做剑商 那别人知不知道 从一介剑商到大秦相邦 自己付出了多少都能力 即为相邦 他就绝不能再和国君的母亲 不清不楚 所以他很快断绝了和赵基的情人关系 这个世界上呀 钢铁能断 金银能断 桥能断 路也能断 没有情字最难断断 吕不韦和赵基说分手 赵基当然不干 吕不韦说你别这样 虽然我不跟你处了 但我给你重新介绍个男的 比当年的营艺人还要好 还要棒 你看行不行 吕不韦要介绍的是个宦官 当然了 是乔装打扮入宫的假宦官 因为真宦官对赵基来说也没用 这个宦官的名字呢 叫做Loy 吕不韦大概只是想要Loy 陪赵基玩一玩 安抚一下赵基躁动般的心 但那时吕不韦已经年老 而赵基正当圣灵 这些年轻人的事情 吕不韦已经无法干涉了 史书上说 老矮那方面能力很好 于是他们俩开始在宫里 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 如果单纯是终于享乐 那么赵基和Loy的故事 顶多算是一段 十分不光彩的宫廷密史 但问题是不久之后 赵基就怀孕了 大秦的太后 跟假宦官Loy有染不输 还诞下了两个孩子 Loy的风头越来越深 在赵基的帮助下 他封了猴 有了土地还掌握了兵力 成为了朝堂上的大员 对于这一切 吕不韦是始料不及的 吕不韦一直都很自负 在他的身边 所有和他有关联的人 在他的眼里都是小小的妻子 然而 现在小妻子Loy想要翻身做骑手 Loy这个人凶 在一个十分稀松平常的夜里 发动了一场稀松平常的叛乱 想要颠覆嬴政政权 自己做国军 然后不出所料 最后稀松平常的失败了 Loy失败被诛 有关赵基 烙矮 吕不韦的一切 也逐渐都被大家所席致 这回遮羞布就这么被扯下来了 嬴政公开表示 和赵基断绝母子关系 并且把他赶出了咸阳 迁徙到了荒凉的庸底 因为这件事 吕不韦也受到牵连 罢官免职 流放几千里 作者不知道 因为吕不韦没走完 就在半路上自尽了 如果吕不韦的人生是一场游戏 烙矮和赵基是他的队友的话 那么很显然 吕不韦是被这对猪队友坑死的 时至今日 无论是赵基的丈夫 还是赵基的情人聘头 全都死完了 太后的宫殿终于清静了 他的人生也终于消停了 云并青条 蛾没淡扫 当年在寒丹城里 歌舞曼庙身形恶努的女子 如今也不再年轻了 他老了 老得很快 仿佛他生命中出现的这些男人 一一离去时 都会带走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从而使他变得更加萎靡和落 你说如果再给赵基重新来过一次的可能 他还会嫁给吕不韦 选择营艺人 勾勾搭捞矮吗 那些惊心动魄的经历 那些无比荒唐的往事 那些光怪陆离的过去 还会重演吗 公元前228年 赵基病逝 一生多情糊涂 倒不如在汉郸做个娇女 好了 我是历史其实挺有趣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点关注 不迷路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